周二傍晚嘉义地牛翻身 未来两周内留意有余震 今天傍晚5点22分左右 在嘉义地区发生有感地震 这样在嘉义县大浦乡 瑞士规模达5.2 地震深度约18公里 各地最大震度为嘉义大浦 台南南西五级 以及高雄桃园四级 台南市云林斗六 屏东三地门三级 几乎全台游感 高铁也受地震影响 台中到卓银间列车皆有延误 嘉义到台南区间一度暂停运转 目前高铁已派人巡视 嘉义地区受影响范围内 设施机结构的安全 确认安全后 逐步提升回复运转 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 代理主任陈果昌表示 地震发生原因可能是 接近嘉义和台南交界处 地底下破碎带或盲断层造成 但是否与附近的出口断层有关 还需要根据更多资料才能研判 不过该地区算是西半部地震 较频繁的区域 预估未来两周 可能还有规模三到四的雨震